李奕手編桑 、菁姐 等一下我們的劉成市長 就是我們會先 連我在內四位講者 會先自我介紹我們參與的社群 再做些甚麼事情 然後最後一段時間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可以也許有一個Q&A的互動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太害羞的話 我就會自己準備一些 自己這一年非常關心的問題 來大家交流一下 因為我們在臉書上都熟啦 可是我們在實際的生活的狀態下 是很少碰面的 所以臉書上可能會 彼此交流、顯化一下 然後彼此按讚 可是真的彼此在討論一些問題 就在現實生活中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等一下雷德優勝是這樣子 好 那請坐 大家太嚴肅了 那我也希望這個講座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就是沒有必要搞得很嚴肅什麼之類的 其實就是我們在彼此分享 我們在平常在工作或者家庭生活之餘 我們播出很多時間來做些什麼事情 那今天是從 先從我這邊開始 那我第一位就是跟 是主持人也是講者 那因為主持人身份 所以很快速的就把他講完 那我來自於一個叫OpenLab台北的一個社群 那OpenLab的社群它 不僅僅僅是一個社群 它也是一個空間 所以就是有社群也有空間的狀態下 在這樣子在台北市的某個地方在執行 不僅在網路上空間上這樣子 那這個社群呢 你們可以也許可以找到那個 在臉書的社團上面就可以找到 那幾乎每天都有人在PO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是展覽或是藝術或是設計 或是用OpenSource來做一些有趣的創作跟計畫 所以在那個Facebook的group的OpenLab台北這邊就可以找到 那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有一個空間 空間的話就在寶藏眼國際藝術村 有去過寶藏眼的請舉手 太好了 我愛你們 好 下一個 所以有空可以來找走 在寶藏眼國際藝術村 那我們這個社群跟社團是成立於2009年 所以有了空間 所以後來就遇到了Make運動 或者是一些OpenSource 三丁錶機 blah blah blah的一些 Arduino這些東西的開源硬體 所以後來有記者就衝上門說 你們是台灣第一個Makerspace 所以就記者說的 所以就這樣成立了 那其實我們本身就是在專注於科技藝術 跨界的一些學習跟交流 那一開始就是為了學這些學校裡面 明明教導的事情 可是這些東西廣泛在國際上 或是在網路的社團上面 很多人在寫部落格或是拍YouTube 或是寫文章去分享 可是我們學這些東西還是需要夥伴 你一個人學習太寂寞太孤單了 如果你有可以找到很多夥伴一起學習的話 那個學習的區間是 成長區間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做這些事情 那一方面我們也看到OpenSource FreeSoftware的那個價值 以及它的開放透明 然後它開了一道窗可以讓 有興趣的人可以跨進去去找到 自主的去找到資料去學習 或是找到同好在相關的社團上去討論跟交流 所以我們非常看重的是這個開放跟自由的透明性 那後來其實也不是後來 就是國際上有人稱呼這樣的使用這種開源的 從事創作的一個名詞叫做Fros Plus Art 那Fros它看起來很像牙籤 可是它不是它是F-L-O-S 就是各自的單字的縮寫 就是FreeLiberal OpenSource Software 這幾個字的字頭取出來的一個合併的一個字 那不好意思啦 我們今年空間要收掉了 就是因為很多的元素還有一方面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意識到 是要做Makerspace的經營 那其實在這過程中 在這十年漫長的過程中 就是做了很多錯誤的決定 所以我們現在今年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砍掉重鏈 就是砍掉重鏈它過去的經驗 跟過去的知識跟資料庫 它是一直都存在著 不會因為空間消失不見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最初的成立跟成長 就是來自於社群 那只是現在我們要下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 就是我們要砍掉重鏈 那這邊我們遵守的OpenSource 也不是遵守就是這個習性這個文化 就是我們都有習慣的把它建立一個資料庫 就共筆放在網路上 那我們現在都放在那個Hackpad上面 非常古老的一個 也不過在幾年前的事情 非常古老的一個共筆平台 那我們最近也是要決定要砍掉重鏈 不是砍掉重鏈 我們要搬家 我們要把Hackpad搬到HackMV上面 那因為我們太久沒去處理這些事情了 所以現在搬家起來有點痛苦 不過歡迎大家去 如果你們有一些數位製造 或是寫程式 或是一些Maker相關的問題 或是甚至說台北的加工製作發包的地圖 或是經驗分享 你們都會在這個共筆上找到 那我的部分就講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 有超過7分鐘嗎 有超過5分鐘嗎 應該是沒有吧 太好了 因為主持人不能講太多 好 謝謝各位 那接下來換 蘇老師先 蘇老師好 蘇老師叫棒 好 來 我要拿麥克風 Hackpad來一台 我幫你拿 我再拿一台 我會被打死耶 好像不拿麥克風沒辦法講 你可以專心的拿 OK 那我專心的幫你拿麥克風 好 好 在各位前面這邊有幾台車子 那做教育的 那就是能夠讓小朋友喜歡我 然後看到他的東西 那玩的過程當中 他如果打輸人家 他會有挑戰 然後就會想要做到更好 那 那我們就是做這一塊工作 那 等一下各位有興趣都可以拿來玩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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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好 OK 好 來 那 我在那個 S4A 這是一個教師社群 那在這邊 如果 等一下會後 這邊有資料 那裡面有一些簡介 那如果你找 群子天下那邊應該都會找到我的資料 好 我們社群經營到現在七年 那 這個是 前幾個月 我們剛好從 FB的社群然後轉成一個協會 那 從 FB成立社群到成立協會走了七年 那 這是 成立的那一天的照片 好 那 做社群其實最重要就是人 那 那 你會有一些人在你的單位裡面活動 那 可是我們怎麼樣子 去處理這些人 去照顧這些人 那 我覺得人都是需要培養 那 會花很多時間去看說哪些人在裡面活動 哪些人比較活躍 那 這些人他 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 我現在在做那個跨領域教育 有很多時間 在 現在要進行這個工作 那 我們跟學生講說你要跟人家合作 那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找到他的優點 如果你沒有看到他的優點 就不用跟他合作 對吧 所以一樣 那我們就學著看那個優點 那 一開始 就是 就是從這邊 那 那 一開始 就是這樣子 零零零零星星的 然後這是在花蓮進行的 好 然後 後來啊 就經營以後 就變成人很多了 就這樣 有一大堆 一大堆人來參加 那這過程當中就是你辦的活動能不能吸引人 人家過來 最後啊 三年以後才會有個定位說 啊 那我們就是一個教室社群 那已經有名聲出來了 好 那 講活動啦 那 就是什麼東西能夠吸引老師 那 台灣的3D練習跟製造教育都算是從我們那邊開始 那因為 要做3D練習是要有機器嘛 好 那我們就是去找大陸源頭廠商啊 然後大概 呃 用試駕大概是 那時候大概四分之一的價錢 好 然後辦活動啊 然後找資料給大家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連結大家想要來 好 那 呃 這個是一個老師的行動啦 好 那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呃 國教署也有案子喔 那 教育部那邊也有案子喔 那我們一次啊 辦的數量啊 大概就是等於他們大概三年所累積的數量 好 那老師自己有機器 他的推廣速度才會出來 好 然後再來很重要就是我們辦研習 啊 研習啊 就是讓老師喜歡 呃 看到什麼東西啊 他對新鮮的東西很有興趣 我們大概都是以資訊老師為背景 所以 辦活動來吸引他們 他們就會來 所以 我們辦的活動啊沒有工價 啊 然後有些甚至還要自費 但是因為 他有興趣他就會想要過來 那我花很多時間啊在做FB的貼文 那你剛開始的時候可能都沒有人要看 可是你看到有人按讚的部分啊 你就知道他們要什麼 然後就多危險東西進來 然後轉貼人家的文章 那 我很喜歡拍照片 照片非常有用 各位如果經營社群 因為在FB上面照片是最重要 然後照片啊你去take那個人 那我現在的聯友啊超過5000 因為我要去take他 我就要加他朋友 所以這樣子啊你就會經營拓展 那所以我以往我參加活動都帶著相機 好 那再來就是要找錢啊 那錢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會有一個政府的專案 國客會的計畫 那慢慢啊就會請大家捐錢過來 所以整個社群是從城市教育 然後到開源硬體到3D立印到製造教育 然後我現在也做了很多無人機的課程 現在蠻夯的 好 那最後啊就是發展到後面啊 就是有一個跨領域教育了 那我們在我在FB上面有另外成立一個社群 如果你對跨領域興趣有興趣的話也歡迎你來加入 那一個最入門的東西就是科學閱讀 我們看到一篇文章 那你看到裡面到底有哪些是事實 哪些是推論 那你從推論裡面可不可以看到它的觀點 從觀點裡面可不可以找到它的立場 好 那你看到事實 事實就是真的嗎 那些事實從哪裡而來 你要去做資料的溯源 這大概是一個比較大簡單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就還給下一位了 那接下來就換那個 誒 志偉還是一進 你先啊 好 志偉 好 慢慢 好 是我 是我 好 好 沒有啊 這是我的 沒有錯 對 CKON 是我的 好 大家好 我是 CKON 學問軍經典會的 Danny 那這邊為各位簡介一下 CKON 是在做什麼的 CKON 是一個自2012年暑假發起的一個社群 那台灣其實已經有了開放社群 開源文化相關社群其實非常非常久了 應該已經十幾年非常非常久 這件事情其實在台灣真的經營非常成功 那因為前面有很多的開源社群存在 所以 CKON 才有的今天 這真的是有的前輩們在前面鋪路 讓我們現在真的順長很多 所以真的很感謝台灣有這個環境 讓我們有今天這個社群存在 那當初是在每年8月有一個最大的活動 叫COST COT 開源人年年會 那我有一個學弟去參加開源年會 然後經歷過一次研討會之後 他有一天在Facebook發了一篇文 就是幹話文 說我們能辦一個資工人年會 他當初提出的名稱叫資工人年會 我們那時候就說好像可行啊 然後總之就是在社群認識了大家 認識了來自不同學校的人 然後也因為我們在學校 經營社團都會遇到種種的挫折 可能傳承上的問題 然後找不到日同到回的人 因為不夠多人 因為學校scope就這樣子而已 不夠大 那我們能夠怎麼去突破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踏出學校 踏出學校這個舒適權 然後和全台灣的志同到回的夥伴 聯合起來發起了這個社群 那其實當初的成立理由很簡單 我們只是希望給學生一個發表的舞台 我們在學校總會有期末作業 那這個期末作業就是 發表完了報告完了就沒了 然後碰到COST COT 這一種上千人的研討會 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都是很厲害的大神們在投稿 我身為學生而已 我這個小小的東西 我可以投稿嗎 對 所以大家會恐懼 那所以後來呢 我們當初的目標就是 給學生一個發表的舞台 讓你可以有一個地方 投你在學校做的事情 所以從那個資工人年會 變成學生計算紀念會 然後有了今天 那我們通常都在每年的3月 舉辦研討會 那除了研討會 那除了研討會 我們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像這是2019年 我們大概每年 與會者大概是1200人左右 那明年的話 在3月18號 然後在中央研究院的 人文社會科學館 對 那除了研討會 我們還做了很多非常多的事情 相關的資訊 這邊就不再多CUE 就是反正可以上 SICCON的相關Go 去查就會知道了 那等一下呢 不管你想要問社群經營 或是 怎麼傳承 或是法人話 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你可以問的點 這些我們經歷過這麼多年 都會有些經驗 可以告訴你 什麼做可能會是對你最好的方案 好 我們就到這邊謝謝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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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比較三立話 沒有啦 不是 因為我沒有做 我沒有做報告你 所以不用管我 對 我沒有報告你 我主要是 我是 F2E.tw 就是台灣前端的社群的 應該說可以現在算 我算是organizer 因為其他人都 因為我們那時候 大概六七年前吧 剛開始辦這個社群 然後有一群人就 反正 因為那時候剛好前端剛起來 就是以前沒有前端工程師這個詞 然後後來前端工程師才起來 那我們就是 因為 怎麼講 以前的聚會就是 你要嘛就是 大部分人都會認為前端就是一個玩具 然後所以說你 資工出身的 或是你真的相關程式出身的人 都不會去講 比如JavaScript 或講一些比較前端的東西 那所以說我們那時候就是 想要辦一個 就是 屬於前端的人的聚會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 F2E.tw這個東西 那 現在就是慢慢前端的越來越多 然後 我們去年也辦了一個比較大的聚會 是FEDC 然後那個地點在張文發基金會那邊 然後還有五百個人 那我們 有想要再辦下一屆 但是因為上一屆辦完以後大家覺得 非常累 所以說現在無限期 就是 真 怎麼講 成真總召 就是我們下面其他人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人想要來當總召 就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主要就是 原本是我們只有做前端 然後後來就因為有另外一個設計師的社群叫RGBA 那 因為他們的主辦人就不辦了 所以說我們就把RGBA的那個社群吃掉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F2E跟設計一起辦活動 那我們現在的活動主要模式就是每個月固定會有設計或是技術的活動 然後對設計或是技術的活動 然後每個月會挑某一天的週末 然後做一個一整天的workshop 就教maybe你是非工程師或非設計師 你想要轉職成工程師或設計師 或者說你是一個自學的新手 或是一個像譬如說像C-Con他們的學生 他們想他們要畢業他們要進入業界 那他們就有可能會來我們的workshop 然後就學一點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是做一些不這麼新手的新手教學 因為就是maybe你有學了一點點的經驗 然後有一些東西 但你不確定你的東西是不是會被就業市場認可 那你們就可以來我這邊 maybe你想要找工作或是你想要找人或是幹嘛的話 通常就會來我這邊 maybe免費諮詢一下 然後比較反而我做的部分就比較像是一種 顧問嗎 我也不太確定要怎麼形容這個東西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只要跟程式或跟前端相關的話 通常都會來問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社群主要就是做工程師 也不是工程師前端吧或設計師加工程師的一些工作的問題 或是什麼的諮詢你可以這樣講 或是聚會就是大家隨便聊天 差不多這樣 好 謝謝 那我們先請大家回到各自為止 因為大家的分享都抓的時間非常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大概20分鐘的互動時間 那就程如剛才一開始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的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跟我們碰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留很多時間給觀眾提問題 來做QA 那真的如果真的大家太羞的話就是會啟動那個B計畫 就是由畢人在下小弟我就是會提出一些設定一些 一些很經典的問題出來問大家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一段就是請問各位觀眾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台上的1234 我們四個人為什麼拋家氣質 不是 就是願意在那個工作之餘 或者是說自己的家庭生活之外 然後願意還願意抽出時間來去從事 技術社群的一些相關的活動跟交流 對啊 就是 有人嗎 有問題嗎 有嗎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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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 有聲音 好 就是我想請教一下四位比較有關社群經營方面的 就我看到其實很多社群可能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都已經是可能有一個小規模 然後再持續從1擴展到100 可是從0到1這段的話我會比較少接觸 所以就比較好奇四位當初在創這個社群的時候 0到1中間有遇到什麼比較難忘的也好 或是重大的挫折然後是怎麼去克服的 這個問題真的太好了描述得非常細膩 所以按照我們的備份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當然就是請看著我的眼神 好 謝謝 如果以SCA來看 我接手的時候其實社群已經在運作了 那只是它沒有網路化 所以我接手過來以後就讓它網路化活動化 用這樣子來讓它壯大 那大概這中間大概是2到3年的時間 才真的得到大家的認可 它還是有一段營運區 那比較新的就是剛剛最後跟各位講 跨領域教育的部分 目前剛開始在網 那你就真的要去找人 去外面找到人 然後覺得他不錯 然後請他進來 然後分享他的文章 然後跟他互動 反正有人上 有人如果是網路社群 那有人發表 有人什麼文章 你就要跟他深刻的回應 而不是一個讚一個好 就是你要去看到人家優點是什麼 如果你看不到那就很難經營 然後實體的底下的接觸也是一樣 我會為了一位人才 然後會花了幾趟自己坐車 然後去看他 看一下他的工作環境 然後幫他 promote 做一篇報導 這樣子他就會浮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嗎 我這邊其實沒有很困難 對我來說 因為剛好我們要辦那個 我們剛好這個 怎麼講 就是F2E.TW 這個組織要起來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就是 剛好前端出來的時候 就是 怎麼講 就是Flash開始要掛掉 然後前端剛好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大堆 因為前端入門來說 算是比較簡單 但是他就是一個 容易入門但是很難精通的東西 就是 沒比你相對後端而言 就是 因為他有太多的歷史工業 所以說他有一些 沒沒咬咬的東西 很tricky 那 剛好那時候就是有一大票的人 想要 不管是從設計 或是從其他領域 想要轉前端 那 可是 因為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講 就是大部分 原本是學程式或是資工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 前端就只是一個玩具而已 他們不想要去寫這種 像玩具一樣的東西 那 所以大部分 我們之前有做過調查 就是前端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跟城市 大學讀的都跟城市完全無關 就超過一半的人 那 所以說那就是這一群人 就是要互相取暖 所以說 我們那時候就是 幾個人就說 我們想要辦一個自己的聚會 然後因為我們也有在其他的 conference有出現 比如說什麼 Cost Cup 或是一些 比較 比較古老的conference 所以說大概 大家不能都有辦過活動的經驗 那就是OK 那就是OK 就想要幾件事嘛 就是場地 然後食物 然後錢 然後贊助商 然後 差不多是這樣吧 人 對 大概就有五個人 就是隨便喊一喊說 我要辦一個聚會有沒有要來 可能下面有五個人說 我要來 我可以帶什麼 然後就敲一個日期 然後就說 好 我們就是今天辦 然後辦以後再問說 我們可能 下個月要辦嗎 或是下禮拜要辦嗎 或什麼的 問一問 然後可能辦個三次之後 大家就會習慣性會來這個聚會 然後就辦起來了 然後就辦起來了 所以對我來說 從那個0到1 我覺得難度有點低 可能運氣比較好 這個我已經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聽你的描述 以及以前在跟那個 Hacking Thursday 或是Cost Cup 鬼混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是感受到 有新的工作趨勢要冒上 需求或趨勢冒出來 可是學校的單位裡面 或者是說 業界補習班 並沒有人去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這些工作需要 或是說有薪水的計畫案 那這些人才就會想辦法去 透過網路社群 透過自己的方式 去培育自己 或培育人才出來 去解決這些問題 應該是這樣沒錯吧 對啊對啊 就是因為就是反正 這一群人就是會出現 那他們就是 你如果不集結起來的話 就是會散掉 然後就沒有什麼 怎麼講沒有什麼 成長的感覺 沒錯沒錯 就是把這群人找起來 然後大家一起取暖 然後就會產出一些東西 然後我自己會對這個 會很敏感 那一方面是 其實我們的社會 它會因為科技的一直演進 所以有些工作會被淘汰掉 可是會有 又會產生新的工作出來 所以這也是今天的 我覺得是這兩天的主題 那個Future of Work 就是這個因應新的問題 或新的工作機會 跑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其他 除了學校 除了一些 一些業界補習 或是一些服務單位的 補救措施 或是培育措施之外 還沒有其他可能性 那我是自己 自己在這幾年來的自學 或是網路社群的共學 所以我非常支持的是 透過網路社群 這個學習交流的這種方式 所以剛才在描述這一點 我其實個人自己 真的滿開心的 有不僅是我 也會這樣思考 其實也遇到其他人 他們也有這種想法 好 那接下來 好 就剛剛聽到的 你會發現 人家從零到一 就是從社群先開始 先辦個小小的聚會開始 四個人 五個人也好 對 就是反正我們就 偶爾開個小小的聚會 然後來定期見面 然後搞大了之後 我們再來辦研討會 所以老實講 Seekon是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 反過來從大到小的一個過程 它真的是和平常你看到的 從社群變成研討會 是反過來長的 對 我們會有這麼奇怪的長法 其實很大的部分 如果剛剛說 我要感謝台灣有這麼多的開源社群存在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會去跑這些各個社群的活動 在這些社群的活動 其實就會認識一些不同的學生 跑這些conference 也會認識到不同學校的人 其實我們雖然沒有辦自己的聚會 但是其實早就在各個開源的聚會 認識了彼此 然後所以大家互相都認識 所以我們能夠在Facebook上瞬間 有一百個人加入社團 然後說要辦研討會 這件事情不是一處可及的 這完全就是因為我們在台灣這個環境 然後深入扎根這麼久 才有可能瞬間Seekon突然蹦出來 然後說我們要辦一個研討會 才辦得出來 所以老實講Seekon真的是一個很不傳統的成長樣式 所以我們從0到1的這個過程 真的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因為 有了台灣這樣的養分存在 那我們跳出來說 我們是不是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 可以一起來做一個研討會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學生的執行力真的很可觀 在Seekon我們有時候是說不能隨便亂講幹話 那個可能都會成真 對就是就像師老師說的 其實人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要如何要發現一個人的特質 然後去推坑他 在我們這裡說推坑他 對就是push他去 繼續做這件事情 然後鼓勵他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把他推向那個坑 這件事情就是執行了 對就像我們夏電影怎麼蹦出來的 就是某一場workshop 然後只是講一句幹話 說我們是學生耶 蹦夏電影不是很適合嗎 然後有人就說好像真的是耶 然後旁邊的那個政大的老師聽到說 喔可以啊我出錢 然後對就成型了 我們第一年的夏電影就是這麼蹦出來的 對所以一方面在於 你有沒有這個執行力去執行他 其實不要不要想那麼多 先執行就對了 從小小的社群也好 從認識的志同到回的朋友開始也好 對就是踏出那一步去執行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謝謝 然後我再做一個小小的回應 就是我一直覺得台灣的一個 台灣的文化裡面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對於開源文化的建立跟培育還有支持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在華人世界裡面 是很特別的一個樣貌 那自己大概是研究所時期就是在 因為要科技藝術然後發現科技 其中有一個是比較開放科技 就是有open source的那一塊 所以就整個就跳下去了 然後就跟costcover或是hacking社群 混在一起 然後後來發現說 這些社群的建立 它其實也有經歷過了成長 就是蹦出來然後到一定的時間就死掉 然後又有新的火花蹦出來又死掉 可是它這些消失它並不代表它真的消失 因為在open source的領域裡面 就是東西消失了它會留下一些種子 這個種子會在別的地方再開 再展開 再開花 再盛開這樣出來 所以對我而理解的一點就是 台灣的這個有那麼多的龐大的各自各類的社群 或是這種open source文化的建立 我覺得是來自於很多前輩 他們這些前輩也許現在各自在每個領域發光發熱 可是他們當初年輕時代或是說 他們閒暇時間或是下班的時間 或生活家庭的時間在投入這些事情 它基本上在培育了下一個世代 或是我們這些人的培養圖 讓我們就可以展開展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蘇老師 剛剛聽Danny講 其實剛剛提問的人應該有看到一點端倪 就是Danny他的方式是去吸收別人的流離分子 有發現嗎 所以如果去參加一些活動裡面看到有一些人 其實他有希望自我實現的需求 然後在這個團體裡面不受到重視 是很好吸收的人 對那這種速度很快 你吸收完了 那有舞台大家有共鳴就會很快長起來 這就是成功的案例 然後這邊我再回應一下我自己 因為剛才三位講者都有檔案講到 他們是如何從0到1 那我這邊的參與的open level 台北的0到1 他其實是最早教我Linux系統 一個在英國旅居的一個藝術老師 他回來台灣然後參加工作坊 參加工作坊說 倫敦那邊有個叫open level 倫敦 那他們玩的東西很有趣 也是固定一個禮拜跳一天都做聚會 然後來的人會四面八方的人 然後也有失業的 可是他原本是數學老師 可能對盒子有興趣 然後開始跑圖書館 然後每次都做一點成果 或是研究報告過來跟大家分享 或是說就是在寫程式 然後或是也玩音樂的 大家都有個共鳴說 因為共鳴就是說 我們都用open source的程式 或筆電裡面的工具來做創作 所以那時候他對我 他的那時候的分享 對我來說是一個桃花園 讓我一直很理想 這個東西有沒有在台灣發生 因為自己學技術 其實從藝術領域跳到科技領域 這件事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open source這件事 他打開一套窗 我可以看到程式碼 可以看到文件 可以看到社群寫出的教學影片 教學文件 這件事情可能在現在 可能已經很細重平常 因為很多youtuber很多人在寫文件 或者是說他甚至把變成一個商業行為 可是在當初大概10年前的時候 這些東西非常少 所以我能找到資料都是open source的資料 所以就整個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後 那我一開始問到一個問題 台灣這邊有沒有open source的社群 所以一開始就接觸到Costcap 或者是hacking source day 然後透過他們鬼混跟他們Linus 那時候灌debian 灌到失敗 快網神的就是 就去抱著電腦去痛哭去找他們去解決問題 然後後來慢慢遇到Ubuntu 慢慢把他學起來 所以也就是說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之後 後續再成立Open Lab台北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基礎已經有了 所以我一直很感謝前人所留下的資產 也許他們不覺得那是資產 可是對我們後面再進來的人說 他是很有用的保障 那剛才提到說如果從0到1 那剛那時候也 我們也跟其他人也遇到一個相同問題 蘇老師可能在教育上 可能很多老師自己有在玩 可是大家彼此都還需要一個資訊教練 因為當時這些東西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或是完整的資料 我們可以學習 那那時候都大概就是一些研究生 或是聯合資金在內 或是一些業餘 或是說在業界的人 他們那時候在玩Arduino 那時候在玩Processing 那那時候就是 所有的資料 都來自於國外 都原文的 那台灣這邊可能少數的人 會寫一些部落格之類的 那後來我們就成立這樣 就是專門要解決Arduino 學習跟Processing 藝術創作的問題 所以開始就聚起來 聚起來後來也是在台北市或台中 或是台南到處跑 就是有人就 欸我要辦一個活動 我最近Arduino學到一些東西 或是解決一些東西 然後開始聚起來 然後去分享 然後後來久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是還是需要一個固定的地方 因為我們曾經在咖啡廳用烙鐵 然後在焊接的時候一定有冒煙嘛 然後那個服務人又跑過來 欸你們是不是要把我們家燒掉之類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需要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去找到保障岩 那開始成立固定的聚會 或不聽的聚會 那後來在經營的時候 就是從一到十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就是沒有梗了 我們不知道什麼聚會主題要怎麼辦 所以後來有新的就是 新路的成員他說 那我煮飯給大家吃 所以那一煮飯就煮了大概五六年 然後最近後來 後來又遇到的問題就是 就是10到50 就是來吃飯吃完就跑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煮了 我們來做別的事情吧 那因為完全沒有經營 Maker the Space的經驗 雖然我們大概知道說這個空間就是要共學 分享資源 共用工具這件事情 可是過去的是什麼都沒有 那對於資源的恐慌 就是我們應該增加一些設備 增加一些工具 然後人家捐就去收 然後自己剪刀就收 所以整個變成一個倉庫 已經不再像是一個Maker Space 他用一個Maker倉庫之類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很痛苦 所以我們才決定在今年在砍掉重練 那總而言之 從011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自己最深感觸的是 你做這件事是你自己喜歡的 那做舉辦社群 經營社群這件事 你不要想說我是要幫別人做的 或是我想出這個主題那麼棒 為什麼沒人來參加 當你這樣想的話 你就會跳進地獄了 因為我曾經有大概一年就是跳進地獄 我做那麼好的活動 為什麼沒人參加啊 這是瘋了嗎 這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後來想想你應該換一個 回到那個最初的初心 你為什麼要這個社群 其實你就是要解決 學習 解決一個人空虛 一個人學習空虛寂寞的問題 你是覺得學到一個東西 那有些人來參加交流的時候 會把你學到這個1 或是說你拋出來這個1的問題 變成10 那這個10大概會給你feedback的時候 你會學到更多 所以我後來就想 就是突然有一天頓悟了 就是說幹嘛把自己考成辛苦 這個下班下課之後這種社群聚會 應該是我去看場電影或是有一個酒吧 去喝一杯酒 那我旁邊剛好有寫程式 我們來一起寫程式吧 我們來寫一下 用一下Arduino這個焊接怎麼焊起來 大概是這樣 所以0到1的這個建議跟經驗分享 我想要講的是這個 其他部分的話其他三位講的 大概都講到那個重點 大概是這樣 謝謝 一個人剩下1分鐘 好 剩下1分鐘 還有人問問題嗎 最後 最後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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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好吧 那1分鐘 1人講1分鐘 我可以工商服務一下 如果你想要轉設計 或你想要轉前端 或是你對於求職有需求 或是你想要找人的話 就可以來找我 我有跟黑Hunter還有一些顧問公司有合作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幫助大家 我大概就只能講這個 我沒有別人可以講 好 那以Sikon來說的話 就是除了明年年會這件事情以外 就是 老實講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給學生 比較低的入門門看 也希望鼓勵中南部的學生 願意上來一趟參加這樣的活動 因為你除了學校 我們現在高中生的比例也越多了 那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有機會來台北參與 然後認識更多的人 參加這兩天的活動 你也知道 其實在會場認識彼此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們可能會產出更多的活花 然後後續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也是一直為持門票免費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們有機會 能夠上來參與這一趟活動 對 那所以Sikon的錢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努力找贊助而來的 那如果在座各位對Sikon的理念 是支持認同的 也可以後續來找我 那或者是 如果你想要參加明年活動 那你已經有經濟能力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有個人贊助的方案 你可以到Sikon.org的官網上面 去看到相關資訊 對 大概就這樣 好 蘇老師 好 我應該每年都有賺助Sikon 好 那 基本上你要經營一個社群 社群發展一個程度以後 你很自然就會成為一個hub 那 當你在發展你的社群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什麼明確的資源 我覺得你就去找這些社群的主要的負責人 從他那裡可以得到不少的資源 我自己本身就是經常扮演hub的角色 hub 對吧 對 因為 重點是 其實你沒有怕說你們來找我們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平常求著要找你們 如果你想要來社群發展或者想要來貢獻的話 我們一直在求著找你們 所以不用擔心 找我們就對了 對 我要 如果可以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 當我們去請人家幫忙的時候 實際上你是看中他 他有能力 你才會找他幫忙吧 所以你怎麼樣表達找他幫忙的時候 是尊重他 是真的要仰賴他 那這種方式的話不是去求他 而是我們一起來做成長 而是讓他的能力得到發揮 那 幾個案子 哈巴那個案子是我之前支持幫忙的幾個案子之一 然後還有一家無人機 現在已經成為40人的公司了 幾年的時間 然後還有一個人型機器人 現在他們也都公司化了 我大概那一年大概就做四個案子 那幫忙 能夠幫忙就盡量幫忙 那是大家一個團結凝聚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有需要 不管是策略上或是人脈上 錢我可能不太多 但是人才我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以給你一些幫助 謝謝 那既然大家都公商服務的時間 那我也在公商服務的時間 好了 雖然保障眼那個空間要收掉了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在台北市 是蠻多人在經營這種空間 動手做的空間 那保障眼都收掉了 那現在其實還有兩個 一個是在台北市的 一個是在太遠路那邊 一個 Hackerspace 台北 Hackerspace 然後一個是在圓山捷運站旁邊的 那個 Fable Lab 台北 那如果你們 之後有遇到 動手做東西 然後材料工具 或是一些技術上問你的話 也歡迎在社團上發問 那另外或是說 甚至要實際動手做 缺這些資源 也可以歡迎到 Hackerspace 或是 Fable Lab 台北那邊 我相信都可以找到的人 然後協助 那我們 Open Lab 台北 大概就是到 空間就是到 今年的年底 大概25號 選聖誕節 然後搬家出新 然後就結束 那 大概是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 natürlich 啦 小賴 小賴 nursery 月 做 小賴 小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